各位观众 这里是南非约翰内斯堡 当地时间8月23号上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在我身后的山藤会议中心举行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主持会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西总统卢拉 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 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与非洲 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 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主题 就金砖合作 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发表题为 团结协作谋发展 勇于担当促和平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正在经历大调整 大分化 大重组 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 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共同捍卫发展权力 共同走向现代化 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 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 回首历史 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不断推动金砖合作 迈上新台阶 助力五国发展 始终秉持国际公平正义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主持公道 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言权和影响力 金砖国家一直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倡导者 践行者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说公道话 办公道事 不拿原则做交易 不屈从外部压力 不做别国的附庸 金砖国家有广泛共识和共同目标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合作初衷 共同愿望 习近平强调 金砖合作正处于 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关键阶段 我们要把握大势 引领方向 坚守联合自强的初心 加强各领域合作 推进高质量伙伴关系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稳定性正能量 我们要深化经贸 财经合作 助力经济发展 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金砖国家要做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行者 反对脱钩锻炼 经济胁迫 要聚焦务实合作 特别是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供应链 供应链等领域 中国将设立中国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 探索建立金砖国家全球摇杆卫星数据与应用合作平台 为各国农业 生态 减灾等领域发展 提供数据支持 中方愿同各方 共建金砖国家可持续产业交流合作机制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平台 我们要拓展政治安全合作 维护和平安宁 各国人民都期盼良好的安全环境 国际安全不可分割 牺牲别国利益 谋求自身绝对安全 最终会伤及自身 金砖国家要坚持和平发展的大方向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 积极斡旋热点问题 推动政治解决 给热点问题降温去火 要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合作 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 共同做好风险防范 推动建立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 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 可靠性 可控性 公平性 我们要加强人文交流 促进文明互建 文明多姿多彩 发展道路多元多样 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 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 一种制度 金砖国家要弘扬海纳百川的精神 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 和和共生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 反对意识形态对立 制度对抗 文明冲突 中方建议金砖国家拓宽教育领域合作 发挥好职业教育联盟作用 探索建立数字教育合作机制 同时加强传统文化交流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 我们要坚持公平正义 完善全球治理 加强全球治理 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机遇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 国际规则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由大家共同书写 共同维护 不能谁的胳膊粗嗓门大 谁就说了算 更不能拉帮结伙 把自己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 金砖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支持并加强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搞小圈子小集团 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 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用好金砖家合作 加速扩原进程 让更多国家加入到金砖大家庭 集中智慧群力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 金砖事业 秉持国际道义 造福五国人民 必将行稳致远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深化各领域合作 以金砖责任 应对共同挑战 以金砖担当 开创美好未来 共同使向现代化的彼岸 拉玛福萨 卢拉 普京 莫迪 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 取得的积极进展 各方认为 受地缘政治冲突 世界经济困难等影响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面临日益严重的贫穷 不平等 不公平等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任重道远 金砖国家致力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促进全球和平稳定和公平发展 二十多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 充分彰显了金砖合作机制的生命力 吸引力 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价值 金砖国家应该加强团结 继继继继续移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精神 加速金砖扩原进程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朝着更加包容 更加公平 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重振并改革多边体制 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使之更加符合代表 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发展中国家利益 金砖国家应该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 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国际金融体系不应成为 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 应该加快推动 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 造福五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 会晤期间 五国领导人还听取了 金砖国家相关机制负责人工作汇报 并集体合营 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